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向左望第二節時間 其實剛才長毛都跟我們講過 本港有一些可能在報壇 或者在論壇裡面都幾活躍的人 其實都對這個五居總治公圖 都有很多異議 甚至會覺得根本是不可行 根本只是泛民主派自暴期短 其實剛才長毛都分析過 其實整件事背後 是不是這麼簡單 說到純粹只是五居總治之後 然後再來一個補選 然後泛民主派可能會輸 結果連政低能夠拳制政府力量都沒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也有個想法 我想請教這個論者 現在我們拳制了政府什麼 我們只有一個所謂Veto的權力 如果這個政府是拿出一個不好的政制方案出來 我們只是令到它不能夠實行 我們不能夠全盡 不能夠有 因為我們不可以自己提出自己的 proposal 也都不夠票 現在這個假設就是 泛民主派如果五區 輸了三個位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泛民主派五區輸了三個位 我想請教這些高論者 為什麼由1991年開放有直選以來 這個共產黨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不能夠打敗我們呢 這個是他們要回答的 為什麼在一個由五區辭職帶動的對決裏面 香港人忽然間要出賣自己 懲罰自己 這個是匪夷所思的事 但是很多人就會說 可能親北京的陣營裏面 他有一個很強大的動員人 這個不用說 每一次他都是當戰爭那樣打 不是打戰役的 他不要騙我 你現在是不是想告訴我 共產黨是留有餘力 他每一次 無論是區議會也好 立法會選舉也好 無所不用其極 製造醜聞 抹黑收買 買票 是不是 喂 這個破壞 全部用完了 每一次都是窩 你容不容許我講一個真人真事的故事 其實我想應該是三四年前 應該有一次立法會選舉 其實我本身是做一些田野研究 然後去到九龍東 某一個立法會候選人的一個競選基地 突然間我只是在門口裏面 我不是影去辦事處裏面 我只是影去門口那個迫步板 然後有一大堆人出來 就說這裏是私人地方 給個身份證 然後就說我不給了 我不是影視私人地方 你只是影公共的地方 然後他說 不行 然後整班一堆疑似街坊的物體出來 然後圍著我 又要問我拿身份證 又要我插票 我心想 我一部數碼機怎麼插票 然後余視者我就在那裡吵 最初一件事就是 我在邪對面很遠的地方 在票站裡面見到警察 我進手過去 叫他過來的時候 警察摺著頭看不到 接著余視者就被那幫所謂支持者 就傲了十幾分鐘 結果一個人就覺得 見到我們在那裡 我懷疑都是裡面的人 然後見到我們好像不太讓步 那些人在那裡吵那麼久 又不是很好的 結果呢 就扮和事佬這樣 就拉我們走 但其實 從我這件事的經驗裡面 其實都可以引證到長谷一樣的 就是說 其實在任何選舉 無論是細緻區議會 大致立法會 其實親北京陣營是非常非常非常緊張的 所以其實他每一次都是當戰爭這樣打 每一次都是當戰爭來打 每一次都是當戰爭來的 每次他們都當戰爭來的 每次都當戰爭來的 那麽我很簡單 那麽現在泛民要告訴我 他什麽時候放過我們 什麽時候特意弄一個陷阱 讓我們踩下去 現在 原來他有很龐大的動員能力 突然間會撒一些票出來 去殺敗我們 那麽唯一說來講的就是 泛民是怕泛民的支持者 不出來投票 或者是某個候選人 他不是那麽喜歡而猶豫 這個今天是浪費的 因為由我們說辭職開始 直到去辭職已經是一個 一個pupaganda 亦都是一個mobilization 如果五個人代表二十三個人 去辭職做一個變相的公投 而那些投票的人都不了解這個政治意義的話 那麽香港怎麽有民主前途 是不是 即是等於我 下街叫這個人去行車一遊行 他不喜歡我都會走的 他不會因為有長毛我不會走的 根本泛民的分析是白癡來的 他不明白這個對決 是對所有有政治興趣去投票的人 都是一個黑白判斷的選擇 即使開頭是疏懶 覺得投不投也可以 或者是覺得長毛好像不太好 只要二十三個人齊心 只要二十三個人講明 無論是一隻豬 是一隻狗 是一隻貓 都是代表一次對決的時候 有什麽理由是不是這樣 你看看政治 世界政治歷史上 有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 沒有的 是不是 即是很簡單 現在這個泛民主派 經常說人家有鐵票 那麽我們都鐵票呢 如果我們的票是 連自己的政治代表 所謂明星出來喊都喊不到的 什麽票來的那些 人家那些有鐵票 我們都不是鐵票 我們有幾多次 是聘請食 去求契弟 去求那些票回來的 全部都是泛民主派 裏面的油沖頭給我們 在比例代表制裏面 他們會分票 他們會有國有所好 這個是事實 但在一個公開辭職 一個這麽清楚的政治宣言下 還有了解錯 那你回家睡覺 是吧 為什麽 為什麽他們要組織那些鑽石 鑽石名單 是否擔心 鑽石名單 是否擔心 一次搞得太過張狂 排除我出去之後 輸了 覺得不行呢 現在就算在新界東 也是 現在不用鑽石名單 都拿了多多多票 分開總票數都可以 那你 泛民主派要解釋給我們 為什麽會輸了三個位 這個完全解釋不到的 是全部寫字的人說的 最好笑的是 李鵬飛說他懂選舉 阿哥麻煩他 他真是懂選舉 懂小圈子選舉 戒戒中 選人大 是不是 他參加過一屆這麽多的直選 1995年 被他拿了一個位之後 1998年 因為下雨 他那些老人家票 因為暴雨 不出來頭都輸了 他來教訓我 說我不懂選舉 那他看著那兩個他的弟子 田北俊和周梁 輸了 兩個加起來的票 都不夠我一個那麽多 那他在說什麽 泛民主派 竟然會相信他的 你說這個是不是猛的 這個敗軍之將 一個閃縮民主派 竟然會變成民主教父 選舉專家 泛民主派 有得他在那裏講 有什麽公道啊 阿哥 有得他作惡 是不是 泛民主派是傻的 有得他講的 這就奇怪了 就是 為什麽他會相信一個 其實可能在選舉經驗裏面 不是那麽多的人 而不相信自己本身 在那麽多年選舉經驗裏面的 一些觀察 或者一些分析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麽就是 其實 李鵬飛說了他們要的答案 就拜他 是不是 至於好像馬岳那些 我不會的 我和他都是朋友 是不是 我都尊重他的人 他講的話 我今天不會在這裏 但問題 他要解釋一件事 如果整個泛民主派 都走出來 說是一個對決的時候 你要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麽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是一定會decline的 一定是會 自己不去投票 來懲罰自己的 有沒有覺得 喂 是解釋不到的 這件事 你明不明白 很簡單 布殊不行 現在就出來懲戒 他 是不是 是一個對決來的 布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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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一任人 對這個奧巴馬 是一個對決來的 是吧 沒有辦法的 是吧 所以那個問題 泛民主派 是完全不明白的 接著講策略 和戰略 和戰術 我下一節講 其實所有講strategy 和tactics的人 都不知道這兩字 為何亂講 好了 關於這個strategy 和tactics 一會兒 那部份第三節 我們再詳細分析 一會兒見